今天是朝野谅解备忘录 不解散国会承诺期限的最后一天 那第15届全国大选的脚步声 近在耳边了 首相拿多斯的一次脉差比里 今天在雪州国阵大会就暗示 大选已经不远了 国阵是时候当作 明天就是大选一样来备战 另外背负重夺政权重任的 雪州国阵主席丹斯里·洛奥玛 意有所指的说 雪州竞选机关有如一辆 没有汽油的汽车 要求国阵领袖协助 伊斯曼·沙比里要对方放心 国阵当上中央政府 一定能为雪州提供汽油 朝野同意不在7月31号前 解散国会的承诺 明天起失效 全国大选的时机扫去一项牵制 今天首相拿多斯里·伊斯曼·沙比里 为雪州国阵大会主持开幕一事时 表明政府已经准备救世 至于几时解散国会 这名巫统副主席大卖官子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大选不远了 过后伊斯麦沙比里被记者问到 如今已确定先举行大选再举行党选 是否会少一些压力时 他回应国阵已经准备救世 目前没有压力 另外在首相上台前致辞的 雪珠国阵主席丹斯里诺奥马 当着台下一众领袖诉苦 他形容竞选机关就如一辆汽车 汽车已经准备救世 但如果没有汽油 汽车就无法发动 希望国阵领袖助一臂之力 严犹在尔 伊斯麦沙比里第一时间回应诺奥马的心声 要对方放下心头大石 雪珠不会没有汽油 而他当初委任诺奥马 出任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 正式为重夺雪珠政权部署 经文章外行为 习近平选渐量 cult。 新干你 年�za的 新干ив 南 南 以斯曼透露自己原本主义诺奥马 出任掌管法律和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这样或许能帮助壮大雪洲国阵 但是当事人却要求更贴近人民的岗位 最终受为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 与此同时 伊斯曼沙比里提醒国阵成员党 需全面且仔细探讨选民的心态 才能在朝野全面开打前知己知彼 为国阵大选胜算拔卖 以事实根据重拾人民的信心 而不是靠感觉行事 伊斯曼沙比里也促请成员党 停止成为在野党的喉舌 反过来诋毁政府 而是应该专注备战大选 捍卫政党的名誉 停止色